好我們今天啊很難得啊終於借到一台2017年改款過的Duke R 他是一金儀表的 那我相信非常多玩KTM的車友 尤其是LC4這顆單缸引擎啊 蠻多人在抉擇說 我是要買690 SMC R還是買Duke 690 因為兩台車的價錢確實差了大概一半 好那我們論車型不要講啊 我們來單純看他的輪馬力輸出 那到底是哪一台會比較強因為有的人說 SMC R比較強有的人說Duke比較強那 這是體感嘛那我們今天就上Dino的馬力機 那這台馬力機啊也幫我拉過很多車包含701 690包含最新的GasGas700都是用車牌馬力機去做測試的 所以說他的比較啊是可以用同一台馬力機去做一個 比較測試比較 應該說這樣子是比較準確的啦 比較不會說什麼 有別台馬力機跟這台馬力機可能會有一些 設定上的差異 那這個都是完全同一台 好那我們等一下開始做測試 好我們現在馬力已經做完一個測試我們來看一下Duke 690他的原廠輪馬力是多少 看清楚嗎 他的原廠輪馬力啊我其實蠻驚訝的他其實接近71匹 那他的扭力啊也將近在7公斤米 那我今天把一台同樣是6期的因為這一台是6期環保的設定 那我們用2019年的SMCR來做一個比較 而且那台SMCR他還有改全段的TECMO排氣管 我現在把他的參數調出來 可以看到 其實從頭到尾 以這台車的設定啊跟19年SMCR的設定啊是 Duke 690 他在這個位置 7000轉之後啊 他的馬力跟扭力是高於 SMCR的 你看從7000轉開始 紅色曲線 從頭到尾都比藍色好 所以Duke在馬力上跟扭力上 是比 SMCR強的 那希望今天這個測試啊對大家在購車上啊是有幫助的 我們現在啊又回到紅眼車業啦因為 目前啊客人是希望這台車幫他做二階段動力所以說我們幫他改了 DNA的二階段的高耳量進氣 那還有一個羅威納的 非二次的套件 在這個位置 那再來最後就是說我們在幫他把他的ECU的環保限制 把他做解除 還有扭矩限制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設定完這個動力套餐之後他的馬力可以做多少的提升 好我們Duke啊二階段的動力套餐啊已經完成馬力的測試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改裝前跟改裝後的落差 那紅色的部分啊就是全原廠的Duke 那藍色的部分就是已經經過二階段動力升級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從4000轉開始擷取動力到斷油 我們把轉速延伸到將近9800轉 那原廠的轉速斷油時間是在 8800轉 等於說你多了將近快1000轉的 轉速可以用 那這有什麼好處你可以加重你的磁筆 你不會因為加重磁筆而造成你很快就需要換檔 那如果說有寫這個動力程式的話我是建議可以降前尺 或是加後尺 那最大馬力的部分 其實多不了多少因為畢竟這個是NA的車啊 從70P提升到72 那扭力的話是7.01提升到7.27 但我們看的是區間 可以看到這個區間啊 平均都有做提升 這個落差一般是在大概3匹左右 差不多3到4匹 那扭力的話大概多了0.5公斤 從4000轉 延續到7000轉 這段的轉速域的動力 扭力馬力都有做提升 那我覺得 這個動力程式最好玩的是他可以把轉速往後延1000轉 那如果你今天是騎duke是一鏡一表的那 有需要這個動力套餐都歡迎跟我聯絡 好那接到這邊謝謝大家拜拜 然後啊 然後啊 我順便看一下 SM700 血丸動力跟香菇頭 他的馬力有沒有比較好 我發現 duke 全速域都比較快 所以快點把SM賣掉了 SM賣掉了 滑胎車都不要騎了 我們來騎duke就好了 差很多 8000轉之後 多了10匹 多了10匹 差不多快10匹 真的差很多 快點大家賣車 賣車啦 CRF700 CRF700 好我們現在教大家如何拆duke690的電腦 首先要先把尾殼拿下來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 旁邊有一個鑰匙孔 在這邊 這邊有個鑰匙孔 轉一下把尾殼拿下來 然後啊 這個地方有一個六角的螺絲 應該不是六角 新型的 把它放鬆之後 椅墊就可以拿下來了 要整個抽出來 對 其實蠻簡單的 它就是 一個手點而已 鬆了就可以拿下來了 然後啊 油箱的部分 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 其實也沒有到多難 首先這邊會有兩顆螺絲 一顆 兩顆 那這邊會有個蓋子 我已經拆掉了 那個蓋子直接往上拉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 跟這裡 各別有兩顆螺絲 鬆掉之後 你油箱 的螺絲就已經拆完了 那 要拆它的那個 管路的部分 在這邊 油箱的部分啊 在這個地方有兩個 一個 這裡一個 這邊一個 插頭 這個插頭啊 按一下 拔出來 按住拔出來 那這個比較麻煩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插頭 好一樣 按下去拔出來 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 這個地方 有一個 油的快拆 油管 這個啊 它是要往下拉 這個扣距往下拉 然後往前推一下 再往後 把它拔出來 有一點 不太好拔 不要咬會斷掉 這樣 不太好拔啦 然後它還有一個 水管 小小的管子 在 在前面 在這裡 這邊 好把它拆開就可以了 那油箱啊 就可以拿下來了 拿下來之後啊 它的電腦在這個位置 這個電腦的插頭啊 從這邊按下去 這個 這邊按下去 這個位置 看得到嗎 這個位置 教大家怎麼拔 你把這個拔掉 我先拔插頭 不用拔 拔掉 這個拔掉 然後往上拉 往上拉 這樣斜斜的 斜斜的 然後就可以開始拔插頭 這個插頭 按下去往後 按下去 往後 這樣它就會開了 那下面這個插頭 一樣的方式 那最後啊 把電腦從 這個保護套 裡面 拿出來 這樣子就好了 其實不難